10年前在台湾有个财经记者 他叫阿乐 经过几年的折腾 他当上了综艺节目的导演 有一天他在台北出差时 看到了一部综艺 中国好声音 当时阿乐觉得很厉害 那颗爱折腾的心 又被点燃了 于是他决定放下一切 到大陆来看看 我就是阿乐 今年40岁 我来大陆8年了 为了时刻保持竞争力 有一副强健的身体很重要 我始终相信 爱折腾的人 工程 运气 我会抬车 上海算是一个国际城市 就很像我当初 就是从屏东的乡下家 到了台北的这样子的感觉 我就会觉得说 哇台北是我梦想想要去的地方 然后现在上海 就是现在我从台湾过来最想要去的城市 所以我觉得上海真的是有那个魔力 所以很多人说上海是个魔都 我是觉得说真的是一个有魔力的魔都 对 不管是来这边创业就业 其实第一缺缺对于我做传媒的 真的就是会让我就是学习的机会更多 接触直播的行业的话差不多是有两年多 欢迎来到我们的热导直播间 然后其实在做一个综艺节目的导演转到直播 其实很多我同行的导演其实就会说 乐导你干嘛要去做直播带货呢 直播带货真的没有什么样的专业性 其实我透过李佳琪的团队跟威亚的团队等等 我觉得做直播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事情 我觉得它就像一个综艺节目 灯光 舞美 运营 选品 配乐 播出 一一的都是很讲究的 直播对于综艺节目的话 我觉得说现在的等级是一样的 真的在我就是说来到上海的这几年 对不管是对综艺节目跟直播 真的让我成长很大 跟我老婆在2018年我们在福州结了婚 然后这个是参加了海青检 参与到很多的两岸交流的一些的活动 在结婚的这个三年 两岸的家人其实过起来 就是过得很开心 但是因为遇到这个的疫情 我的心里最担心的就是说我台湾的家人 然后像我的外婆年纪还蛮大的 上个月吧 她就就是过世了 我觉得这个的疫情假如说没有发生 其实我希望再送她最后一遍 对不起 我想跟外婆说的是 我现在已经小有成绩 希望未来能在上海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希望你能在上海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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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能在上海取得更大的成就